我非常確定我又被內容農場騙進來了 可是看了就覺得這教英文沒什麼不好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哈佛大學的一個研究 最好是啊 我就是在唬爛 但我們就看 大家好 我是Paul 昨日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所以哈佛觀點 世界上有三種友誼 而你需要這三種友誼 You need them all 我相信其中一種肯定不是侯友誼 所以三種友誼 three types of friendships 然後有時候我們中文講 什麼狗肉朋友 什麼朋友 不是狗肉 酒肉朋友 有沒有包括在裡面呢 好像是有 來我們就開始往下看 標題說啦 Harvard happiness expert 所以哈佛的快樂專家 我一聽就覺得這很假 這肯定是農場文章 可是他又有作者你知道嗎 他叫Renee 而且是個黑人 複色不重要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friendships here is why you need them all 解釋為什麼三種你都需要 ok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一種 ok 我覺得真的不錯 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我們看完這三段話收工搞定 第一種utility friendships utility這個字倒是很難解釋 通常我們解釋的方式例如說這個水電單 電費水費來了 我們就稱那個叫做utility 為什麼因為你使用他們對不對 瓦斯費水費電費utilities ok utility 所以說啊我的房租是一萬塊 然後我需要付我自己的水電瓦斯 so I need to pay for my own utilities 就不用講說 gas electricity water 這麼多不用utility一個字搞定 所以什麼是utility friendships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you have with people with whom you work or with whom you do business these relationships tend to be transactional in nature ok 所以你就這些關係多半都是工作上的 之類的 做生意的 生意上的朋友 他們真正有用途的utility friendships 那這些朋友多半跟你是在本質上是transactional 我用了這個字我覺得好精準喔 我的標題也打錯字 我的友誼真的打成侯友誼的友誼 靠北 ok 這個誼是人字旁的誼 ok 痾 transaction這個字其實就是交易 所以你今天從銀行提了一筆錢 存了一筆錢都是一筆transaction ok trans加action transaction 所以這些人跟你會有transaction 所以他們就是你的utility friendships 這個詞我覺得可以接受 第二個 friendships based on pleasure 聽起來比較像酒肉朋友的 快樂的朋友 立即於 pleasure 快樂的朋友 so this type of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mutual admiration because each person draws pleasure from the other if a person finds their friend a funny interesting and a source of enjoyment it is likely a friendship of pleasure 好所以 呃好像也沒有到酒肉的概念 因為他就覺得這是你 天就是你 你很 你會喜歡的朋友 我再讀一次一邊讀一邊解釋好了 所以這樣子的友誼是based on mutual admiration 所以 admire這個動詞就是你對一個東西有傾慕的感覺 ok 我把這個中文字打出來 admire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講那個 我們中文說 啊 有一個暗戀者 你有一個暗戀者 有時候會寫情書給你 我之類的 那那個暗戀者 講的難聽 如果他有跟蹤你的話 像我們有什麼跟騷法 有沒有 跟蹤騷擾法 那個就是來對付stalker 所以stalker就是不好的一個詞 ok 那可是他如果是偷偷的愛慕你 然後可能 每年生日跟你說個生日快樂 送你一個小禮物 三節送禮物 月餅什麼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都不打擾你 然後也不會說是 突然出現在你家樓下之類的 對不起 我剛剛講什麼 三節送禮物 生日禮物 這些就不是秘密了 好 我們要講暗戀了 暗戀 我講了半天 就是要講這個詞 secret admire ok 有人暗戀你 他就是你的secret admire 那我剛剛講說三節送禮 這個好像就不secret了 所以我收回我剛剛說的 好 所以這個詞是一直存在的 這是英文中的collocation secret admire 那如果說你喜歡你的朋友 對你的朋友有好感的話 所以要是互相都有 so this is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mutual admiration 所以admire這個動詞的名詞 就是admiration 發音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兩個人都互相親睦 因為兩個人都覺得 能夠從身上 彼此上得到pleasure 我覺得pleasure這個詞字 用得好籠統 而且好ambiguous 不過他只是要粗粗的 分三種朋友 我們大概就不追求 他要把這個字用得多 precise了 好所以each person draws pleasure from the other cool if a person finds their friend funny interesting and a source of enjoyment then this is a friendship of pleasure 所以要是你覺得你的朋友搞笑有趣 那是一個歡樂的來源的話 那這就是快樂的朋友 ok 到底能不能算成酒肉朋友 我覺得也不知道說不上 好像一跟二加起來比較像酒肉朋友 不知道 第三種就是完美的友誼了 so perfect friendships by Aristotle standards perfect friendships are those between people who have a mutual love for something that not only brings them together but elevates their behavior to virtue 我說的好嚴重 而且他說也說的是 亞里斯多德的標準 搬出這麼有名的人 我們也不能說什麼 好這裡順便多提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你在你的 你的跟人的溝通互動上 你說了一個誰誰誰的名字 來提升自己的高度的時候 好 這是不是一個很賤的行為 我覺得是 我說一個例子 我又要湊一下 以前我住新 住那個桃園中壢的時候 那個里的里長 他在選里長 然後在那邊造勢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說 哇真可惜啊 我的好兄弟 韓國瑜沒有來 幹你選個里長 韓國瑜會來 我才是笑死人 可是下面的人就 哇你認識韓國瑜好像很厲害 因為我住的那個 你知道是國宅 那國宅就是泛蘭的 這個鐵票艙就是 所以他就搬了 韓國瑜的名字出來 然後好像一副就是 老子認識韓國瑜的那種概念 這種行為 就是name dropping OK把它打出來 name dropping 就是偷人家名字 然後就一直掛在嘴巴上 喔我認識那個誰誰什麼怎麼樣 然後提升自己的這個高度跟身價 很賤的一個作為 OK 好 我 對啦 我就說那里長這麼做很賤 OK 呵呵呵 好 Anyway回來這邊 所以我就會覺得 你看他剛剛說 我們用亞里斯多德的標準來看 火靠北 你拿亞里斯多德出來 這也是一種name dropping OK 雖然說他死了這麼久了 好 So anyway 再讀一次 By Aristotle's standards Perfect friendships are 這樣子 所以完美的友誼就是以下這樣 Those between two people Between people 对不起 who have a mutual love for something 要是你跟你這一個朋友 共同喜愛著某件事情 A mutual love for something 那這個something呢 不只帶給他們 呃 不只會把他們給聚在一起 而且還把他們的 一起的這個行為 提高到了一個 Virtue的高度 我覺得這中文會非常難翻 我把剛剛這讀完 Not only brings them together But elevates their behavior to virtue 把他們的行為提升到了美德的高度 Virtue這個字有時候就翻 初略的翻成美德 可以接受了 So a relationship is perfect Not when it is based on utility or pleasure But when it is based on improving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other person 所以完美友誼 就不會立即與剛剛說的utility 或者快樂 Pleasure 而是能夠進步彼此的狀況 Circumstance 說得好籠統 真的很籠統 好 然後下面就多了很多的其他的解釋 我覺得 就不用說了 這些解釋 我覺得真的是農場內容 我們多講一個 我剛剛一直 我今天一直在講 酒肉朋友這個概念 其實是有詞的 我們稱它為 Fair Weather Friends Fair就是 有公平的意思 也有美好的意思 Fair 所以所謂的Fair Weather 就是天氣好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Fair 所以今天天氣怎麼樣? Fair 不是公平 就是OK 這樣子 所以什麼是Fair Weather Friend? 就是天氣好的時候 才是朋友的朋友 天氣不好 下個魚 大家就自己去躲雨了 就不離彼此了 這樣子 OK 所以患難一來了 糟糕事情一來了 大家就 鳥獸散了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般講的 酒肉朋友 並不是真正的友誼 我們叫他 Fair Weather Friend OK 但我也還是覺得 人生是有時候需要一些Fair Weather Friend 因為這些人多半 玩樂起來很快樂 但是你就不要真正相信他們 會在你有困難的時候 伸出援手之類的 這樣子 但我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我們活在世界上 就盡量不要造成困難 造成別人的困難 什麼事能自己做就自己做 我是一個很討厭麻煩別人的人 所以什麼事情我能 就是我盡量讓自己的人生不要出狀況 出到狀況是必須開口 要人家來幫自己 然後這樣 而相對來說就有一些朋友 他無時無刻就是需要你的幫忙 但那種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幫吧 那尤其我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會接觸到一些 身心會有問題的朋友 那他們這種 他們自己也很討厭 開口要人家幫忙 可是當他們手伸出來的時候 就真的讓人家覺得也蠻 蠻這個 對他們會有這個sympathy的就是 怎麼會講到這裡 有時候做節目做一做 都不知道自己的話題會差到哪裡去 但是據了解 好像也蠻多人喜歡聽 我在這邊rangle這些事情 可是我自己會自知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不想要製造麻煩在人家身上 我也不希望我的rangle 在那邊講給大家聽 然後大家聽了就 You shouldn't feel anything about this 我們今天是學到 fair weather friend這個字 就很棒了 然後前面的三種不同友誼 utility, pleasure and perfect 三種友誼 好,我是Paul 好,我們下次見